不是比特币买不起 而是墨镜狗更具有性价比 最近的明文赛道相当火热 衍生出来的很多概念 已经成为我们的必修客 其中DRC20狗狗币明文的概念 是上线后 DOS IM以超低的价格 上演了超十几倍的涨幅性码 那俗话说的好 高风险伴随着高收益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DRC20 墨镜狗参与的机会和风险分析 这里我们先从产品的层面开始了解 目前DOS EX产品 是基于狗狗币链创建的 它拥有自己的独立钱包 叫做Dpay 而创始人作为独立开发者 就有翻阅社区资料的时候 大概率应该是华人 要我说 果然华人的力量 撑起website的半边天 是有一定道理的 每一次都能抓住热点和痛点 目前我们可以在官网看到 这里的交易队和计价的方式 都是以狗狗币进行的 像是墨镜狗 DOS IM当前的价格 一枚等于0.05一个狗狗币 而墨镜狗的总量是21亿枚 当前的辞职总量是180万枚狗币 大于就是15美金左右 可以算出来 当前的市值是800万美金 而当前的后的总数是9200名 马上持有者就会突破1万 那据我所知 当我看到墨镜狗的时候 是群友喊我上车了 当时的价格是0.02狗 现在来看的话是翻倍的 但当时因为我有些工作的事情耽误了 但现在来看的话 还是早期的阶段 但后续得看怎么运营和发展 求你们来听一下我的逻辑 从筹码的获得程度来看 目前筹码是比较分散的 因为前期的池子比较浅 你做到了gay early 就会容易出现翻倍的情况 像之前几天的池子才几万美金 目前暂时来说 都还是靠社区的炒作 从市值来看 目前也不算高 如果没有大户进场的话 或者没有想成为庄家的人出现 可能会出现流动性的危机 因为现在普遍都是社区 在传递人数 存草秘密 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负能 只能靠几股传话的方式 传递到下一个人 想要破局想要更多增长的话 这里其实很考验团队的资源 不能只靠社区的情绪风猛 因为团队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除非分两种情况吧 一种是觉得自己吃饱了 小嘴一插直接rug 池子一撤回家过年 第二种就是想做事的 如果纯靠单枪匹码 其实是很难的 这里其实需要勾兑很多资源 才能把故事讲下去 比如说 是不是有跟狗狗b的og 居然有联动啊能不能获得到他们的认可啊 在推特上面联动一下 这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是马斯克经常互动推特的那狗狗b大b 呃 又或者比如说狗狗b的早期开发者 获得到他们的支持 又或者勾兑一些交易所或者机构的一些资源 才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流动性 前期靠设计起步是可以的 但总归资金量是有限的 毕竟流动性不会骗人 数据也不会骗人 只有团队做事把蛋糕分出去 那已经买了b的兄弟们 所谓的接地棒才能传递到下一个人手里 小的盘子讲究的就是一个足够涨 不然就这条赛道是有潜力的 后面才会有充足流动性 那兄弟们觉得我说了有没有道理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接下来呢 我们下来一起来实操一下如何参与到DRC20里面 首先我们要准备迪配的钱包型 下载的链接我放在视频介绍里面 下载号以后备份好助记室 我们在官网连接钱包 第二步我们就要在教育所里面购买狗狗币 然后选择提币提币的狗狗链 第三步前到账以后 我们要点击swap购买眼镜狗 购买的时候大概需要等待15分钟 币才会到账 因为狗狗链比较慢 买到以后呢 我们卖的话怎么卖 我们点击钱包 点击doggino 然后点击mint doggino 想要卖名文的话 首先要先打包 想打包多少都行 最好是整数 比如小数点 打包好以后 数量就固定了 只能卖那么多 想要卖其他数量 就要重新打包 这里的名字 我们填上dodgei 一问名文 铸造的时候 只能填四个字母 确认后等待几分钟 再点击swap的按钮 点击选择 找到你刚才打包的 然后点击卖出 就可以了 那购买和卖出的教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相信兄弟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一买一卖 这个时间实在太长 交易起来没有那么湿滑 时间长的话 对于交易风险 其实是增加的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高风险伴随着高收益 兄弟们dyo 投资前评估好各种因素 再选择是否上车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好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点赞和订阅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